好我们先谢谢观众朋友 William Shit祝大家耶诞快乐 他说他要默默的跟耶老公公 还有我许愿 希望可以愿望成真抖一把许愿基金 谢谢William Shit也祝你心想事成 另外我们也谢谢会长 他说这个G-Cup新一后援会 祝新一北比圣诞快乐永远G-Cup 谢谢你的donate也谢谢你的支持 也祝大家耶诞节快乐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外媒路透社就报道了 印度以打击金融犯罪为理由 最近逮捕了好几名大陆的智慧型手机制造商 Vivo在印度的高阶主管 而现在Vivo公司也回应了 他说对于印度当局的行动深感震惊 而且大陆现在的外交部也强硬回击 今年Vivo X100系列新品发表 销售量比上一代暴增1.5倍 打破Vivo历来所有新机销售记录 但业绩暴袭的同时 路透社却报道 印度政府以打击金融犯罪为由 逮捕了Vivo印度分公司高阶主管 三名被捕人员包括Vivo印度公司 临时首席执行官 首席财务官和公司顾问 这三人已根据逢知洗衔法案的规定 被拘留 预计将于本月26号出庭 2014年Vivo正式进军印度 2015年响应印度制造在当地建厂 然而印度和中国大陆自2020年起 在边境爆发冲突后 双边关系恶化 印度开始以国家安全为由 禁用抖音 微信 百度搜寻引擎等 超过450种大陆APP 不仅如此 大陆手机品牌也被波及 光是Vivo就三度遭殃 包括去年七月 Vivo印度办公室遭搜索 警方宣称破获中国公民大型洗钱活动 今年十月印度指控小米Vivo协助当地新闻网站非法转移资金 当月又逮捕四名Vivo印度分公司员工 指控其中一位中国公民涉嫌洗钱 Vivo公司表示对印度最新的逮捕行动深感震惊 直言印度政府的骚扰行为对整体产业带来不确定性 据相关统计自2022年初 印度当局对小米Vivo OPPO至少展开八次突袭 以各种理由冻结扣押上述公司在印度账户的资金 印度对外国企业的监管出尔反尔 动着罚款是臭名照著的 所以印度有外企逢场之说 印度和美国台湾联手合作 近期在印度会晤探讨如何防范解放军的网络攻击 中引双边裂痕逐渐加深中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前几天呢中共的中央政治局 他们召开了年底所谓的民主生活会 我们听到民主生活会 当然了就会想到民主这两个字 相对来说在中国大陆好像是比较敏感一点的词 我们来看到习近平就提醒他的官员 他说对工作一定要客观及时全面的向上反应 而且强调不能只报喜不报忧 也鼓励大家要畅所欲言 及时回忆人民的诉求 他说呢民主集中制就是中央根本的组织原则 包含了民主跟集中制两方面互为条件 而且要相辅相成 同时他也警示了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 好我们来看到这一些字眼 大家上面都写的是中文 所以相信大家应该都看得懂 但为什么好像不是非常的理解呢 我们今天中国观察线上 我们也邀请到了中金月第一研究所驻研究员王国成 到线上帮我们分析研究员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话 好老师想要请教 像习近平刚刚说的不能只报喜不报忧 你认为这是说明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而另外民主集中制到底又是怎么解读的呢 第一个是先讲民主集中制吧 这大原则 就是这个词是有点抽象 那按照学理来讲的话 就是说像要收集意见 然后中央要囤仇 不过这样讲还是很抽象 就是说我常用一个我们家的例子来讲 就是我们家泰作会想说晚餐要吃什么 然后呢我还有小孩子各提出意见之后 然后泰作决定说他想要吃什么 他决定 所以向上反映民主 可是到时候那个习近平或者中央自己做决定 那个向上反映的意见当做参考而已 所以这就叫民主集中制 所以没有民主只有集中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提到说报喜不报忧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一点 那这个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我们在三个月前 就陆陆续续可以听到说 像那个新年的失业率停止发布 然后后来呢要求说所有的新闻媒体还有新法人机构都不可以报股市比较摔或是经济走跌之类的消息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大陆呢 一个现在中国大陆的资讯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会导致三个结果 第一个现在看到是外资大量的出走 第二个是如果这样长期以往的话 那个投资人是包含境外的 是不太敢去投资中国大陆的股票或者是基金市场 因为他的资讯是不透明 那第三个的话 我觉得比较严重是 后续北京中央乃至于全球的那个判断 对于中国大陆的刑事判断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因为没有正确的数据 然后市场上面分析师就不敢讲真话 所以整个北京当局的决策可能会出问题 那这样讲的话可能有点抽象 所以举个例子好像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 他这样因为资讯的封闭 所以传上去都说粮食很多 所以呢习近平把毛泽东觉得很好 粮食很多 所以他就开始采行人民公社 吃饭不用钱 然后大家尽量吃 所以造成了后续的饥荒 所以后续的话 如果持续封闭资讯 我觉得中路大陆的经济会走上 比较不好的方向以上 资讯要公开 对他们来讲好像是现在所谓的当务之急 那我们讲到说他们其实未来经济走向 就像教授说的这个真的要资讯公开 我们要来讲到的是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这个中国大陆的房市接连的爆雷 那他们现在大陆财政部前部长他就说 大陆的房市现在已经其实是趋于稳定的 但是他也说的确不能再回到过去认为 好像这个高地价高房价 还有这个高收入的三高的状况 而且中国大陆呢 现在有可能面临所谓的通货紧缩 未来呢在明年的货币 有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降息的空间 也建议明年的财政赤字最好要保持在3.8% 所以我们继续的想要来请教教授 您觉得大陆的房市的寒冬真的是过去了 他们以前过去现在大部分 现在来解禁希望可以刺激需求 您觉得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当然没有用 现在的问题最主要在于说 整个叫得出名字的建商都出问题 包含了第一大的恒大 然后地桂圆 乃至于国有的房地产企业万科 那这样子的话民众其实不太敢买房 因为他们的预售屋跟台湾的预售屋不一样 台湾的预售屋是盖好之后才开始缴贷款 而大陆的预售屋是你签约之后就开始缴贷款 然后你可能还看不到最后的成果 所以为什么会演变到去年的烂尾楼事件 所以现在即使在八月以后的房地产解禁 可以看得到说只有二手房是可以看到明显的复苏的 那因为大家不敢买新屋 只敢买看得到的中古屋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相对的案例是说 你可以看到八月份左右 他那恒大的董事长听说要被抓 然后开始训问 然后开始心理破产 那可是那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党股跟互生的股市都上涨 可是到了董事先说没有这个消息 然后又开始暴贷 所以可以看到说中国大陆现在 首先当务之急要先确定这些 至少五十大的房地产建商 他的债务怎么解决 那才有可能会往下走 那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说 房地产差牵动的上游的水泥业跟钢铁业都已经出现 大量的破产跟倒闭 那下游不用说 那小建商的或中小系列的装潢业等等 也都出现问题 所以不去解决房地产的问题 那后续中国大陆经济就不用起来 那我在另外一篇文章有写到说 其实恒大出问题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年 所以中国大陆基本上已经空转三年 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能力在破本钱在空转第四年 所以明年我觉得他一定要解决恒大50加以内的房地产问题 以上 谢谢老师的分析 的确这个中国大陆房市问题是他们现在当局非常急迫面临的问题 谢谢老师的分析 谢谢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大陆的云南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当然了游客也越来越多 但现在呢有游客拍到了一个影片 他住在一间民宿里面 结果这个民宿居然有浪花不断的拍打他的窗户 导致他的房间地板整个完全都淹水非常严重 但是事后发现原来是因为当地风刮的太强了 加上湖水的水位高涨 所以才出现少见所谓的水淹民宿的奇观 穿着拖鞋一边走还一边见起水花 沙发和床铺底座统统浸泡在水中 同一时间窗外还有阵阵波浪不断拍打窗户 大陆云南的这间民宿就位于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 尔海 由于今年雨水丰沛加上尔海水位高涨 当地又刮起长风 才因此出现一年一度少见的水淹民宿奇观 大理的话昨天风比较大嘛 基本是海边的民宿都是这个样子 正常营业的呀 这边的话只是一楼二楼三楼是正常的 大陆偶像剧去有风的地方 今年一月推出后 云南大理充满失忆的田园风光 吸引大批游客 像是剧中的拍摄场景有风小院 门外排起长长人龙 只为了拍照打卡 近年大陆旅游趋势 不再只有蜻蜓点水式的吃喝玩乐 转而追求贴近人文强调疗愈感 今年的这个春节环境周 整个大理古城接待了非常多的游客 七天的假期我们累计接待了近56万游客 根据统计今年一到十一月 云南大理游客共八千七百五十三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大增百分之六十三 预期全年将超过九千五百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一千三百亿人民币 好山好水带来的观光效益相当惊人 TVBS新闻综合报导